大家好啊 今天咱们接着讲这个约约的唐皮戒小故事 说这个 这有一个村里有一个姓姜的人 这个老姜 说他要死的时候呢 告他他老婆说你别别再嫁人了 然后这个他这老婆就承诺 一边扑一边承诺说这不嫁人了放心吧给你守节 然后这个 后来呀有一个 挺喜欢这个寡妇的这么一个人 这个说拿这个重金 说买为买这个 这个寡妇当妾 这个长得可能是漂亮 这个 说刚啊化完妆 这个要这个登车啊 进人家门的时候 然后这个家里原来养了一小王狗 这狗啊 这个忽然就站起来了 这个还叫喊好像人的声音一样 在这叫喊 这个这俩爪子 这个铺的这个新媳妇 这是什么新媳妇的寡妇啊 这要嫁人的寡妇身上啊 拿这个呀 咬这个这个女人的脸 哎呀这个鼻子也咬烂了 说这眼睛也咬瞎了 哎呀 这个 这个疯狗一样啊 然后这个 这这这 人家接这个妇女的时候啊 这个接这寡妇来的人一看啊 哎呦 这鼻子也没了 眼睛也瞎了 这这长得太 哎呀没法要了这里 然后这个 买的人说不要了不要了 赶紧跑吧 这这钱算我白话了 也赶紧跑 然后这个赶紧找人救吧 哎 医治啊 哎呀 幸亏是外伤啊 也没致命了 但是毁容了啊 从此以后呢 再没就这种人说下啊 这也不漂亮了 毁容了 完了 再也没有人惦记了 啊 就是寡妇吧 就真是成成了这个寡妇了啊 真的寡妇了啊 说这个是康熙啊 这个这个 康熙年间的有一些事啊 有一些这个还活着了老人啊 说这个有亲眼目睹的啊 都说呀 说这个 说这个狗啊 还挺忠意的啊 这个为他这个原来的主人啊 这个 他这个主人的媳妇啊 这个背弃诺言啊 替主人明目平啊 把这个主人的媳妇给咬了 然后这个 保全了他这个明洁 说这个狗啊 实在是太聪明了 这个 说 啊 说这个狗呢 咬这个女人的脸呢 就是因为他漂亮 所以有人惦记嘛 这回毁了容了 就再也没人惦记了 说这个狗是聪明 这个季先生说呀 说这个狗哪能想这么多呀 你们想呢 狗想不了这么多 说这个 也就是说这个 他这个死了这个丈夫啊 鬼魂啊 这个 附在了这个狗的身上了啊 把这个 这妇女连给毁容了啊 这肯定是这么回事啊 他不可能说狗想那么多啊 然后这个又说了一个故事是什么呢 说这个爱唐先生啊 曾经这个喝酒夜归啊 这个骑了个马 这个马突然惊了 然后开始瞎跑 哎呦 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跑到这个灌木桶啊 这个草丛啊 这个野地里啊 跑来跑去 哎呦 也不 这个 这野地里边啊 他这步不是平的呀 他这个有沟啊 有坎啊 这个凹凸不平的 这地面啊 这个 这一旦说 这马 这个摔了一根头 那这个这个爱唐先生本人啊 就就非得掉下来 非得骨断筋舌啊 摔个骨折不可 忽然呢 有这个有一个人啊 从道边啊 这个出现了啊 一手拽住了马这僵手 一手把这个爱唐先生给掺下来了 然后说这个 哎呦 说这个爱唐先生 哎呀 您怎么在这呢 哎呀 你看看 这个 说这个我呀 这个 我 我们家老太太 说这个 曾经啊 蒙您的这个恩惠啊 这个 现在呢 什么事都没有啊 说这个 现在这个过得挺好啊 当时这个您 您对我们有恩 然后我今天来报恩来了 就救您的这个 这个这个难处啊 要不然您就骨断筋舌了 然后这爱唐先生就 哎呦 说是 整理一下衣服 说哎呦 说是谁呀 这事 说您您贵姓啊 然后这个 这刚做衣完了 刚要看 哎 没了 这人 找不着了 这人休失了 这个爱唐先生 自己就想啊 说这个 我这 我救过一个老太太吗 我给过一老太太钱吗 哎呀 想不起来了 有这事吗 想不起来 也不知道这个鬼啊 为什么这么说 这个这个 这个按说就是啊 所谓佛经里边的 无心不失吧 这个功德最大啊 这种啊 有心 有心这个 有心做为善的 这个什么叫什么 有一句话不就是 有心为善什么 虽善不赏吗 无心为恶 虽恶不乏吗 有这么一个说法啊 这个就是 佛家其实是讲的 这个不住心不失啊 这个金刚经里有这个 不住心不失这个 这个功德最大 哎 反正也在这表扬一下 这爱唐先生吗 啊 记不得了 反正是 啊 说这个还有一个是 一个故事什么呀 张福啊 杜临镇的人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小贩啊 这个背点什么东西啊 啊 这个四临八香的卖卖啊 当这个 做这个事啊 有一天啊 说这个 张福跟这个 村里边这个 有一个 这个地主 挺有钱 这个 地主挡上他的路了 在一个桥边啊 桥上 这桥估计也不宽啊 两人走啊 这个正对面啊 挡着路了 然后这个两人说 先让我先走 先让我先走 然后这个 征定起来了 征定起来 然后就动手了 动手了 然后这个 这个地主啊 带了几个随从 然后这个 结果呢 这个就让了几个随从上去 弄这个 张福啊 推推嗓嗓之间 把这张福给推到桥底去了 一下掉下去了 说这个当时啊 这个 这河里边 刚接兵 这个 接这个兵啊 不是平的啊 他这个兵灵啊 这种现象 有这种啊 这个这个这个 结的这兵啊 参差不及啊 这个 跟刀一样啊 这正好 这这张福掉下去的时候啊 这脑袋啊 杵在这个兵尖上了啊 一下扑一下给杵裂了 这就是 呃 齐齐奄奄啊 这事儿当时就传开了啊 村里人一看 吼 这出了事儿了 赶紧就报告这个官里边 这个这个村里边这个 管事儿了 啊 这个地保啊 什么的 这个村里边的地保啊 跟这个地主啊 有点不睦啊 这个正好找这个借口 说要去搞官去 说这杀人 说这个地主杀人 跟大老爷一说 然后把这地主啊给 怎么着呢 他蹲奸坐狱几年 要不就大笔花钱 截我心头之恨 这地保就去搞官去了 然后这个跟大老爷一说 这大老爷一想嘿 说这这真合适这个 啊 杀人啊 这地主杀人 地主杀人 那就拿钱吗 啊 你不拿钱 我怎么挣这钱啊 你拿钱 数你的命吗 正好我来钱知道 来了 然后这个说 赶紧抓人 给我抓 然后这个派人就要去抓这地主去 然后呢 这个 这张福啊 就偷偷说 让他妈去跟这地主说 说这个 啊 您就是啊 赔我们这一条命啊 这个跟我们也没有任何益处啊 你死了 我死了 你也死了 那咱俩之间有什么关系 我们家也得不了任何益处啊 说那个 你啊 你这个 您地主家有钱 您就帮我养这个 老妈和这个 我这孩子啊 就行了 少要老小要小嘛 你就帮我养他们就行 然后那个 现在呢 趁着我这还没死 这个 我去这个 现在老爷那儿 我去跟他说 我是失足 坠落 桥下 是个世故 不是不是杀人 然后这个 这地主一听 啊 这好啊 那行啊 行啊 当时什么都答应了 啊 这个 张福啊 就是认点字啊 这个 可能也念过一年半来的私塾啊 也能也能写俩字 然后这个 能忍着疼啊 然后这个 自己把这个事 给写下来 写成一个状子 这个 跟大老爷 那一说 我给抬过去 这有状子 自个儿写的 这大老爷 这一看说 啊 不是自身 不是被被人推下去的啊 不是被被害啊 是是这个 失足 算是这个事故啊 这个 官一看 这这苦主啊 这个 这个原告都说了 说 没这事啊 撤 要撤 这个叫什么 啊 撤供啊 撤撤送啊 这个 不告了啊 这个 没办法 没原告啊 你怎么判呢 啊 这这原告说不是他 不是被告的事 你说这玩 哎呀 这官也没办法了 说这个钱也挣不着了 哎 说这个张福死了以后啊 说这个 这地主啊 居然这个 被弃承诺了啊 赴约了啊 这个 不养啊 说你自己死了 那你 你就自己死了 那我不可能养你们家 不给钱 然后这老太太气不过呀 说这是老伤的官那告去 啊 这个 但是呢 人家 这个老爷也说 说他 你 你们家儿子自己写的呀 自己写的说是 这个 是我不是这个 被被杀的啊 你 你都不告啊 你都撤送了 你 你跟我们说这个 有什么用啊 你 你到哪 你也告不赢啊 你们自己家出了 出了这个 这个 这个文书了 哎 这就没有办法 谁谁谁 谁也管不了 这事儿啊 然后这个 后来呢 这个地主啊 有一天啊 晚上也是喝多了啊 溜了哒哒 溜了哒哒 正好也是走这桥这儿啊 这个 马呀 突然一下 倒了啊 这个马也不知道怎么着 被什么绊倒了 然后这个地主呢 就从马上掉下来了 正好是也是在桥上掉下去的啊 直接也是摔死在那儿了 啊 大伙都说 说这是 这个 辜负了这个张福啊 这个得的报应啊 然后这个季先生 他父亲就说呀 说这个 说这个 就是断这种案子呀 确实是很难啊 这个 尤其是这种命案啊 特别难啊 所以有这种给顶包的这种人啊 顶 这个自己说自己是凶手啊 别为替别人死去啊 有这种 还有这种说这个拿钱啊 让这个这个这个原被告两方这个这种这种叫什么啊 这种叫和解的啊 这种停下和解的啊 说这种情况太多了啊 就别人告了啊 然后这种啊 说这些啊都是猛然之音啊 就是不容易这个问出这种因由的这种这种事啊 说这个至于这种被杀的人啊 这个 至于这种被杀的人 自己写啊 这个说我这种不是被人所杀啊 这个 你像这个原告自己都承认说就是没有案件啊 不是案件啊 不是什么你杀我我杀你的这种事啊 全是事故啊这这种就算是上古的圣人听了 恐怕也也没法判他的罪过啊 这个没办法啊 就这样啊 没有证据啊 等于是自己不承认都啊 原告自己不承认这个被告有罪啊 这要是因为这个 要不是聊这地主啊 要不是因为这个付了这个这个约定啊 呃辜负这个约定啊 这个被鬼这个想办法给弄死了啊 这种啊 报仇啊 这个 那还不他就因为他有钱他就免了事了啊 顶多花点钱 把事就平过去了啊 杀人也就没有啊 没有相应的碎果 说这这玩意太说不过去了 说这事啊 说这个告状的这些啊 里边的内情啊千变万化 啊 无所无所不有啊 这种啊 说这个管这种刑狱的这种人啊 呃 你不能说是啊 凭借这个通常的道理就就直接就确定这个案件到底是一个什么案件啊 说这个 所以说这个审案的人啊 这个搞预送的这个人就得啊 沉下心理 然后把这事摸得一清二楚了再说啊 不能啊 就是很这个很这个这个这个啊 粗帅的去处理这些事儿 这个季先生的父亲啊 曾经说过啊 说这个有一个叫孙天球的人啊 是一个爱财如命利色鬼啊 这个自己挣钱就存啊 存到够个千两银子了 这可是大财了 这已经是啊 说这个 就算啊 妻子孩子啊 受冻挨饿 也是 是这个家人如同陌路啊 这个 嗯 自己呢 也是受冻挨饿啊 这就是不狠 花这钱啊 就攒着 一文钱都舍不得花啊 就宁可动着饿着 也也忍着啊 就不花钱 哎呀 后来呢 得病了 病了快死的时候 把所有他这个攒的钱啊 哎呦 都给马他挣到前面啊 然后这个 每一个啊 那个小银元宝啊 每一个都摸摸啊 摸摸摸摸摸 然后这个说 还一边摸一边说 说这个 哎呀 你这 你这这最后还不是我的呀 摸摸摸一个元宝就说一句 哎呀 你你怎么不是我的呀 哎呀 最后也不是我的喽 哎呀 就在这哭啊哭哭哭哭 就要死了 说这个孙天球没死之前啊 说这个曾经啊 让这个胡心啊 给这个戏弄过啊 每每呢 就是把他这些钱啊 都给拿走啊 就是艺术 哎呦 少了 我这少了好几十两 一百多两啊 就老给拿走 然后这个 让他着急啊 这个哎呦 不成了 他一枚的钱 他急啊 心里边难受 本来就爱钱如命 然后呢 又在这个附近呢 又不知道在哪 又能找着啊 反正就是戏弄他呗 让他着急 就像这样的事啊 也不一儿族啊 就经常有着事 说有一个姓刘的人呢 这个也是跟这个孙天球一样 爱财如命啊 也是被胡心戏弄 他这个 有一年啊 说这个除夕 大年三十晚上 这个凡是这个 这个姓刘的这人呢 他的朋友 亲戚啊 贫穷困苦的这些人呢 都得着好多钱 啊 就这个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 说这个 哎呀 说我们的亲戚 或者这朋友 这这这老刘 不是这人呢 他为什么 给我们钱啊 然后这个 本来爱财如命啊 他一分钱都要舍不得花 这钱都穿在这条骨上 啊 他使的时候 得拿拿钱都往下瞪 都都都都带着血劲呢 你说这这人 他怎么会 平白雾给我们钱啊 哎呀 说是不累其平生所为啊 然后这个 后来听说呀 说这个老刘 这个藏的床底 这个大箱子啊 这全钱啊 就是他这 舍不得花这些钱啊 这个 让狐仙给盗取 二百多两银子啊 给偷走了 二百多两 然后这个 里边搁的什么呀 里边是 二百多两银子没了 得了不少这个 感谢信啊 得了这个 几十张感谢信啊 说这个 谢谢你啊 给我们的钱啊 怎么怎么着 说这大概啊 这个孙天球啊 说这个攒钱啊 是自己辛苦所得啊 这个就是 靠自己的这个能力啊 去赚来的 然后这个 这个狐仙啊 就是责怪他 太太牵连啊 这个太抠门啊 就是戏弄他一下 就把钱藏起来 然后但是呢 最后不给他散了 然后还能找找 这个 说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老刘啊 这姓刘这个人啊 钱啊 都是由这种 啊 技巧剥削而来啊 就是说他这个 都是 联盟带骗啊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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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侨取豪夺啊 这种 这反而不易之财啊 来的这个 总是靠靠这个损 损害别人 得来的钱啊 这个 所以呢 这个狐仙呢 就把他这钱给散了 说这个狐仙处置 也也挺 这个符合道理的啊 然后说这个 说这个季先生说啊 说我曾经这个 在这个 福建啊 这个当都学的时候啊 这个 我有一朋友 这个是一个当这个师爷的啊 啊 钟仪胡啊 跟我说过 说这个他呀 他有一朋友啊 曾经在这个 某大人啊 家里边当这个师爷 啊 这个 因为这个要处理公务 然后他们呢 展那 展时呢 借这个股寺 这个股 这个挺挺老的 一寺庙啊 在里边当办公室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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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爷和大老爷 俩人在这 这个 琢磨这个事啊 怎么处理这个 这个 公务 这天晚上啊 这个大月亮地儿啊 这个 挺好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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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师爷啊 就看见这个老爷 这个窗户底下 有人影啊 这徘徊啊 走来走去啊 过了一会儿 走了走了呢 哎呀 就奔楼上走去 走去了 这不是走啊 是飘上去了 往这个楼 那边楼是什么楼啊 钟楼啊 往这个 庙里 钟楼上飘走了 然后这个 这师爷一想 这肯定是鬼啊 说这个 这不是人呢 这个 这个师爷胆还挺大 然后这个 跟着 看看 看看这鬼 还到底去哪 干什么 到这个钟楼底下 一看这钟楼底下 钥匙锁着呢 这个 门也关着呢 这楼上啊 好像有人说话 然后一听呢 是俩人对话 其中一个说 说这个 哎 说你 您怎么 这个 什么事也没办 就回来了 另一个就说了 说 说这儿啊 这个庙啊 很罕见 有这种官吏到这儿 今天呢 有幸呢 有两个官员啊 这个住在这儿 哎呀 我正等着夜深人静的时候 这个 跟大老爷 把这个 我的冤屈啊 说一下 然而呢 我听这个 这个他们里边 讨论这个 这个 这个工作的事啊 说这个 不是这种揣摩上意啊 迎合上风啊 这种 这种处理方法 就是这个 大事化小 小事化疗啊 这个消弥 弥逢 这种 这种 出事方式 说这 这肯定办不了我 这案子呀 我这样子 得需要这种 这个 这个 就是秉公直断的这种啊 他们这种 都是很世故的这种人 说这种 这这这些事 他们办不了我 这案子 哎 所以呢 就因此呢 就也别跟他们说 说了也没用 说完了呢 好像听你有叹气的事 然后这个 再听呢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第二天啊 这个师爷啊 就跟大老爷 说了 大老爷果然说 这个变眼变色的 一边摇手 一边跟他说 咱们可别多事 可千万别多事 这个 所以呢 也最后也不知道 有什么冤屈啊 都不知道 季晓岚先生说呀 说这个 说这个 这是这师爷 跟那个主人 这个可能之间 有点什么不怒的地方 所以呢 就是编了这么一故事 就是 就是那意思 就讽刺 他们这大老呀 巧于驱臂 然后这个 老是这种 很圆滑 圆滑作人 这么这么一个 一种 这个 态度吧 然后被这个鬼啊 给讥讽 讥讽了一下 说要是就事论事啊 就是这个鬼啊 也并不是被人目睹了 这个 说这话呢 也不是亲耳听闻啊 这个 说这鬼要跟你说的事呢 这个 你哪找实据去 说这个 就找不着确实的证据 说这个 就阎龙王和那个包公 我看也是 没法办他这案了 这个 何况你说这大老 他这种人更办不了你这事 就说这个 鬼说事吗 哪有谱 没有谱 没有实据证据啊 最后说一个小故事 是这个什么 平原啊 这个平原郡的这个 董秋元啊 曾经跟这个季先生说过 说这个海丰寺 海丰 海丰这个地儿啊 有这个 有一个寺庙啊 和圣庙 平常啊 就有好多的狐仙啊 这个 常常呢 扔这砖头把块 戏弄人 有一个老学究啊 借这个 东房三间 这庙里的东房 东厢房三间 说这个 搞一个私塾 教徒 教这个学生 听说呢 说这老闹无仙呢 这个 说这个 我是儒家的这个正统 我怕你这个 到这个大殿里边 说闹无仙这块 然后开始骂 说你这是什么妖精啊 什么这个 邪不胜正啊 又说这堆东西 这个大骂一顿 然后那个好几个晚上 什么事都没有 这个老学就 自然洋洋得意 说我这 你看我这学识 我这道德 这个胡贤都不敢犯我 我一骂他 立马就老实了吧 说有一天啊 说这个东家 私塾嘛 是人资助 他开了这个学校 这个东家 这个也是一个 这个老员外 过来跟这个老学就 来对谈来 聊聊天 这个两人正 互相作一 您来了 正在抱拳拱手之间 然后说这个 这老学就 这个袖子里边 啪啪 掉下一个东西来 什么东西 哎呦 这个这个东家 这个老员外 拿起来一看 呦 说这个 打开一看什么玩意儿 密戏图 什么密戏图 还有春宫画 这个 色情刊物 一看 说这 说这嘿 这东家 老员外 一看 没法说了 没说话 走了 然后这个 第二天呢 说这个 学生们也都不来了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教书 这个老学就 也就没 没犯折了 这事就 罢了 这个 说这个胡仙啊 没找你的麻烦 你这个 你没事 找人胡仙的麻烦 你这不是 还被这个胡仙 拿这个东西 讥讽你 这个 陷害你 说这个 说这个君子 跟小人相处 说这个 就是谨慎 谨言慎行 防备了点 就这样 这个没事 就是你跟这个 小人之间 你没事 挑 挑 你还 你还找事 说这个 没有 不倒霉的 小人 想尽办法折腾你 你就是 没事 别作死 没事 别找事 有事 不怕事 谨言慎行 说了这么个事 好 谢谢大家 今天就说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